严格林 老师好美 第七章 他在法庭上就呕吐起来 刚才法官读完判决之后 法庭寂静了一刹那 顿时炸了锅 他听见自己母亲的嚎哭和嘶喊 听见旁听者的热烈议论 还听见鬼怪的一声呕 然后他看见地上一滩粘稠液体 他吐了 嘔吐物轻烈透明 因为他头天晚上没有吃饭 太忐忑了 第二天就是他的审判之日 不用谁告诉他 他仅有的那点法律知识也让他明白 18岁的生日前和生日后作案 会在判决上有什么区别 他选择18岁01天来行凶事有益的 但他不会把这一点告诉任何人 包括他的律师 18岁准许人做许多事 准许一个人选举自己的领袖 也准许被选为领袖 允许参加军队 拿起真正的杀戮武器 准许驾驶 准许一个男孩撕碎为成年人保护法的强保 成为男人 那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男子汉 18岁的男子汉杀人放火都由自己承担 而不去连累父母和其他人 最重要的是不去连累他的心儿 而从前的18岁更好 应允人更宽泛的权利 比如嫁娶 要是回到那时的18岁 他也许不是去杀人 而是去求婚 他会跟他说 嫁给我 让多嘴长舌的人们说去吧 年龄差异和爱相比也算障碍 来吧 永远做我的心儿 而他的18岁缺失了这项最美的应允 但无论如何 18岁该有些重大宣告 当天下午最后一堂课结束 晚自习尚未开始 他在校园外的小卖部买了一箱啤酒 请全班同学一块儿喝 男女同学都拿出饭盒 饭碗盛酒 女同学们也小小开戒 18岁了 想喝酒就喝 看谁敢拦着 喝酒本身就是权利的宣告 同学们非常助兴 有人建议为6月初的高考而干杯 但这提法立刻被反驳 为6月初大家将结束复习的折磨而干杯 有人提议为丁老师干杯 因为丁老师将作为大家的精神领袖带领大家挺过高考的酷刑 18岁的寿翁举着啤酒瓶站上课桌 为18岁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干杯 18岁可以参加选举意味着可以选举改革考试制度的教育部长 同学们撒野的猴起来 他们做了小半年的高考题都坐牢了 坐驼了 丰富而复杂的世界对于他们就剩了ABCD四种选择 就剩了正确和错误的答案 而那一刹那他们都恢复了18岁 40多个人的青春就在那一刻杀了回来 报复性反弹 于是显得更野 上面几届校友一完成高考就把书撕碎 像是残勇终于熬成鹅 极不可待的咬破剪子 飞浆出去 撕书的日子不远了 但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这天他们被那点啤酒提前催成了鹅 却没有咬断剪丝的力量 在剪子里无望的扑腾 少天仪在大家最热闹的时候站起来了 他浑后的男中阴很克制 请大家不要把教室弄成疯人院 他都听不见自己的莫读和心酸了 没人理他 尤其18岁的寿翁流畅 吵得更凶 大声宣布18岁可获得的一条条权力 每一条权力都是一句祝酒词 让一个个冒泡的饭碗 饭和碰碑 少天仪没有再说什么 掏出一张面金纸 撕成两半 又搓成两个纸球 塞进耳朵 大家从来拿他黄金般的沉默无奈 等到所有酒瓶快空的时候 少天仪拿起书包站起来 他坐在最后一排 站起来的动作把客桌猛然推动 他的客桌于是成了推土机 轰隆隆地推移了前面一系列桌椅 冲击波波及流畅所站立的那张客桌 后者摇晃一下 牛脸看着前者 然后慢慢转过身 两人对视了一秒钟 流畅穿越过客桌的浮桥 向少天一冲去 要不是几个男同学拦得快 他会直接从桌上朝少天一跳下去 给自己的18岁生日增加一个相扑节目 判处死刑十天之内提出上诉 法庭上的人们沸腾的像18岁生日的啤酒泡 一张张脸都是丰富的泡沫 接近炸裂 假如18岁的生日晚会上少天一没有跟他作对 他还会不会在第二天对他下手 他不知道 最凄厉的哭声来自一个烫头发的女人 烫头发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 女人都会哭丧 母亲为他提前哭丧 唱唱 妈对不起你 怪妈呀 救救我的孩子 人们目送他被法警押出侧门 求车停在侧门口 大张开门 两双手把他直接从法院侧门塞进车里 车厢两边各有一排座位 已经坐满了鹤枪实弹的法警 兵马俑也比他们表情好些 锁在脚镣手铐里的他还占用那么多兵力 他以为会让他坐在两排军靴之间的地面上 传说那是囚犯该呆的地方 但最后一个上车的人把他摁在左侧位子上 一边各有三个警察 最后上来的人大概是法警长官 兵马俑头目 法警长官是他父母的同代人 把他摁在座位上的动作带有长辈的怒其不争 对面坐着的两个警察之间有一孔小窗 随着车缓慢的启动 小窗开始放映城市的天空和树木 秋天的树和天空 秋音不散霜飞晚 流得哭和听雨声 丁老师那么陶醉于这两句诗 带着全班四十五颗心一块耳熏熏然 当时不爱雨文的他不醉也身不由己 他眼泪汪起来 丁老师最新的秋天随着他的宣判来了 美丽的秋天宣判了他 让他看不到下一个春天了 他看见沸腾的人群从法院大门一出来 普了一马路 不知有多少人目送他 不管人们穿什么颜色衣服 挤成一大团石总看上去是黑的 他突然看见黑黑的人群里有个熟悉的高大影子 微胖一个肩高一个肩低 高的肩膀老跨着单肩书包似的 尽管他改背双肩书包很久了 但他两个肩膀永远回不到一条水平线上